估计上回接受这段水火 正说在热闹之所在 说的是鲁达出家 五台山赐名至深 呆着没酒 喝多了酒一折腾 那么老方丈 至真长老一说他 敲他敲他他吧 管点用没有 管点用 管了几个月的用 实在呆着难受 赶到了五台镇一瞧啊 高兴 没来过不知道 早知有这地儿 我天天在山上待着干嘛呀 先打了这么一条缠杖 后打了一把戒斗 兵人打好了心里高兴 奔酒铺 喝酒 卖酒的谁敢卖给他 好 领的是四里的本钱 住的是四里的屋子 这个庙里的都有四规 卖酒与 僧人 当时把本钱没收 轰出屋去 我们这买卖黄了 不是不卖给您大师傅 再走一家吧 鲁达人一听 这叫什么呢 拿钱买还买不出东西来 啊 他有点经验 因为上回他抢的一桶酒喝 就说的这词 他大概就知道庙里确实有这规定 我走 我在别的酒摊上 没喝上 回来 我表扬你 为什么 你坚持原则 你立场坚定 不算你格我 可是有一节 别地我要喝上了 你可留神 回来咱可没完 你等着我 我有钱不怕没地方 喝酒去 我别地喝完了 我先回你这 我让你看看 我在这舞台镇上 喝得着酒喝不着酒 卖酒的心的话 你跟谁置气 你打我这走啊 你拿你也喝不上 整个舞台镇 我就没听说敢卖文书院 僧人酒吃的地方 您转去吧 好了你等 鲁达身跟谁枪火 那跟自己枪火 这话也是褶羞脸的意思 气哼哼有酒扣出来了 走几步一抬头 就喝 又一间 进去 这回进去 他不问人去了 往这一坐 快点倒酒 快点倒酒 赶紧的 麻痹的 想干嘛 炸人家 那位不知能回这 一糊涂 蹲蹲蹲 来一口 他就算喝上了 人家一听 赶紧倒酒 来一鸡茬的 您 小孩拉屎 您挪挪窝 您看见没有 窗台有铜子 您要打算花钱 您自己拿 您要说您饿了 我们这酒铺 不卖饭 没干粮 你要非吃 就是我们连掌柜的带伙计 中午我们这吃烙饼 您对付两张饼 也可以 酒啊 不成年内 不是 我有钱 是有钱是你的 这酒不能卖和尚 您活动活动吧 大师傅 甭争竞了 说这家又出来 这难了 连着走好几家 买不出来 谁敢卖呀 您琢磨琢磨 五台山文书院 那么大的庙 那在当地来说 文书院 比衙门还管用呢 指着和尚吃呀 说这庙广是养着 寺里头这么五七百僧人 不是 那山下的多少人指这庙吃 吃谁得像谁呀 大家伙全不敢卖给鲁志申酒 鲁志申一看说嘴打嘴了 干了 这可干了 我还跟人头一间枪火呢 真说喝不上这顿酒 我也死不了 可我还得挨着尖往回走呢 一会儿我还路过头一间 我不理他 他叫我呀 大师傅 哪喝的呀 他回头寒震我 我受不了啊 鲁志申那要脸的人呢 眼瞅着走来走去呀 走慌了 镇子里头啊 也是一趟大街热闹 不能说哪儿哪儿都那么热闹 买卖铺铺一家一家一份一份 那主要的商业街行了 走着走着走偏了 这地方人少了 可有一街 这里有一个小门脸 鞋业酒晃的 门口挂一条铺铺铺 挂一条铺铺铺干嘛呀 过去这店的门口啊 都挂点门 挂着布档子的 有挂罩里的 那挂条铺呢 条铺是扫炕用的 炕条铺 那就是这地方呢 这个小店 也能住人 但这小店 条件太差 吃着刺不说 就这个脏里就没法呢 什么狮子个子 跳的全有 鲁着山一琢磨 这地方人哪 不开眼 他那个一步三世 大马路的买卖 这门脸他租不起 他就在这儿 这地方呢 你多给他俩钱 他就许卖给你 卖给你也卖给你 我要说 我是五台山文书院的和尚啊 他还不卖 我呀 也得说个瞎话 沙盗淫忘酒 先把这忘记 他就给破了 鲁着身 不是那说瞎话的人 那在门口 也得编词 想好了 一脉步 进来 没等伙计问他 他先张嘴说话了 可把我累坏了 一千多里地 我这一道容易嘛 快来一碗酒喝吧 伙计一瞧 进了一和尚 刚要往外面 一听怎么着 一千多里地的和尚 好家伙 这位大师 这位大师 是哪座名山宝刹处的家呀 跑这儿干嘛 来的 呦 您 贵宝刹 您 哪儿修行 我呀 远了去了 我这庙可远了 说到这 你也不知道 一千多里地呀 我是个 幽方的僧人 哦 这个地方 水浒原文 写的不错 伙计的心理活动 有两个 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是这伙计 一瞧卤着身这形象啊 不是文书院的 他五台镇的人呢 他对五台山上的和尚说 挨个都能叫什么名字来 那也瞎掰 你就庙里头的人 对这五六百人 都说得上来 姓什么叫什么住哪 什么口音 什么模样长相 也不见得 就跟一单位 人多了 把真的给人 什么单位的就行了 但是呢 大概齐呀 他也能分得出来 他一瞅卤着身 哈 我这大脸 这块 这意思 说话 这尽头 五台山的和尚 没这样的 他也说的 游方的僧人呢 一千多里地 走到这儿了 你也信 再有一个呢 他一瞧啊 这意思是急坏 他信了话说了 你急呀 我还急呢 我这小店不开张吗 哪儿找一位 坐在这儿 一项吃 一项喝 你碰不上那好买卖 都是那地儿啊 走上去 走到门口了 别的店都满了 人家抬上我们这儿来了 我们这儿就是 沾点光的买卖 来一大杜汉 得卖它 所以啊 旧坡下 顺着鲁之身说 伙计一听 哦 好 我还以为和尚您呢 是山上文书院里的大师傅呢 你看这句话也有意思 和尚您 是文书院里的大师傅 提到文书院的和尚就不说和尚 我还以为和尚你是文书院的和尚 应该是这么句话 但到文书院这就不提和尚俩字了 提大师傅了 高看着一眼 尊敬尊敬 可见当地的居民小商贩 要怕这个五台山的和尚 怕到一定份上 打这个说话就能说出来 我党和尚你啊 是五台山文书院的大师傅 既不是啊 那我倒敢卖您一碗酒吃 好好您坐吧 您坐 古之身一看成功了 信了高兴 又往这一坐 盯着这酒 火家请实呢 拿大碗 咚咚咚 倒一碗酒 就不能倒太碗了 怕咋咯 往这一搁 端起这油碗来 一扬膊 等一下 这一碗就下去 好 这回算行了 一会儿回那头一摊去 我喝一碗也算喝了 五台这 你看我买得出来 买不出来 甭嘀咕啊 一伸手 把散碎银两拿出来 往这一搁 倒酒 我一看 这位还真大方 别看油方的僧人 人刚喝一碗酒就给钱 那要给铜子就不少了 这给银子 散碎银两也是银子 您等着 咚咚咚又倒酒 没动地 一口菜没救 甘蓝 拾了碗 这才结解腻味 这点酒劲 微然的上了点 才想起来 有菜啊 火星在旁边给倒着酒 这已经就翻白眼了 这位的酒莲够棒的 一口菜没吃甘蓝 给你拾了碗酒 这才想起问菜的 荤菜素菜 荤菜 怎么着荤菜了你 我谁吃素的 吃肉 吃肉 吃肉那什么点 早上我们倒是 酱了点牛肉 酱了点牛肉 卖了都实际没有 这也是遮羞俩 他这小店 哪卖得那么快啊 那酒卖不动 肉就卖得动了 这耽误事 这玩意儿 这么好的酒 烤回解灰馋 没弄 你 说家伙 撒谎可不好 我没撒谎 没撒谎吧 停 一扒了这火就站出来 顺着这香味一找 鲁军这鼻子还真薄石 一看在这蓝柜后边 靠墙根那儿 这儿一大砂锅 大砂骨子 这肉香 打这砂锅里出来了 鲁军一伸手 把这砂锅盖给抓起来 掀开这锅 盖一瞧热气腾腾 敢把这热气赶散了 定睛往里一瞧 您别瞧 这一大砂锅 没坐在火上 那也咕咕咕咕咕冒泡 有余温 刚从火上端下来 时间不长 逛逛当 肉多汤少 满满灯灯 这么一大锅 香气扑鼻 炖得还真好 这是什么 你不说没有肉吗 这不炖肉吗 这您吃不了 干嘛吃不了 我长个牙子 我怎么吃不了 不是那 狗肉 我怕和尚不吃狗肉 没敢跟您提 你这话不是自欺欺人吗 牛肉喝了就能吃了 什么肉也不能吃 有懂佛的人给我讲 说有的佛 不借酒肉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因为我没研究过 据说那个宗派 不一样 我不明白 这个宗教里头 这个佛教 这个分派 有的听说是 能吃肉 能喝酒 这个我瞎说 这不负责 这伙计跟鲁着身 说出这么一句里 那狗肉 我怕您不吃 没敢张罗 鲁着身一听 我干嘛不吃 狗肉怎么了 狗肉更香啊 给我来半只 大砂锅 来半只狗 这半只 盛在一大盘子里 蹲上来 哎呦 鲁着身可高了性 也没有刀叉 就拿手抓着这么吃 今儿可解了馋了 倒酒 又是吃了碗 伙计一瞧啊 这位这酒可真够棒啊 这酒量太大了 和尚 您能喝多少 能喝多少 我这把我问住了 没试过呀 正好 就是在你这 把这课题解决解决 甭拿完了 再来一桶 您能喝一桶去 那天我就喝一桶啊 哦 有个一桶哥 一桶哥的就是您 我听好像奶奶卖酒的 是他们愉快瞎聊天聊的 我也愁着心一行 一桶酒递了来 往这一搁 卤着身那酒 真有量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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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这一桶全去了 喝完了 还剩一只狗腿 把这只狗腿 就往松袍里头 这么一乳 算了 找您钱 甭倒了 存在你这儿 明天这中点还来 这是个好地方 锅里不还有半只呢吗 给我围着 卖部往外就走 那说喝多了没有 还真没喝多 就地趴一躺 一睡 叫醒了 这酒精下去 没事 他还想那头一尖呢 我得寒着寒着 赶出来 往当街这么一站 小风一过 拿风一拍 这酒精可就上来了 那意思干嘛 要痛 嘴里一打饼 酒往上一用 卤着身一躲 我多少天没吃这肉了 半只狗的肉 我好不容易给 顺下去了 看好点 这要吐了 糟去了 拿手一抹子胸脯 舌尖顶住上压堂 卤也有功夫 愣往回恨 把这点酒又给顺下去了 别找人家了 走 卖部 撒腿就跑 这一跑来劲 高兴 一直跑上五台山 半山亭 到亭子这 往这这么一坐 二目捏鞋 眼前的东西见花 啊 卤也怎么坏了 多少天不喝 是不是还要得 压不住这酒了 没喝成这样过呀 怨我 怎么 这得时常的锻炼 喝酒也是功夫 你老不喝 愁冷的喝那么一回 就是不行 哎呀 喝酒的功夫要是退化了 恐怕其他的 也就退化了 常年说的却好啊 全不离口 全不离手 这个拳脚多日未练了 借着今天酒性 这小亭子又四只 抬头一看的亭子 金生探原文 这亭子时辰到了 金箱给断出来了 把外边这僧袍 就这么一礼 没完全脱 就这么一活动 军着浑身上 扎这金的都呆懒了 我呀 我来一趟拳脚够 一拉架了 叮当这么一打 他这么一活动 赶紧 这拳啊 跟一般练拳的不一样 一般练拳是什么拳的 你要到公园 能看练拳的 自个儿跟自个儿练 战装 有的人战装 我还看见我老头老太太 对着大树 四个人站着 我不知道干嘛 还要躺着 接地气 告诉我 那会儿地毯 有那么一路攻 说地毯 对爹地气 在那坛上面 躺着 吸地气 练什么的都有 练宝剑也是 每天 把这么一趟戒 都是个人练个人的 这个呢 是锻炼身体 您听明白了 不是实战 实战 你要到了现在 武警 特警 练 不论你练力量 跟速度之外 主要练搏击 什么叫搏击 这打 一开始打死的 橡皮枝 打沙袋子 你要看泳春 打木头桩子 你要听我说 铜铃传 绕大树 打着打着 就不能打死物了 就得打活物 就得跟真人打 拆针 喂针 没人打不成 鲁传身这武术呢 是真正实战性的武术 咱们这道书要说 拳脚兵人 鲁传身是头一号 鲁打这个能力大 在万瓦营中真正 浴血奋战 杀过来 那江框之上 你不宰别人 别人宰你啊 讲究是手机眼快 心黑胆大 敢招呼 鲁传身下手 没轻没动 要不怎么打一恶霸 帮帮三下就给打死了 他打谁都这么打 鲁传身在这半山亭 怎么一打呀 越打心了越烦 怎么意思呢 这劲没地使 他打不上东西的难受 自己这儿 我又不是日本空手道 我老打这个干嘛呀 也打这酒劲上了 心里不这么一烦 猛瞻间一回头 看见这亭子这柱子 我怎么了 我打这不就完了 您别忘了 四根柱子上面还亭子呢 他还管那个 扔圆了胳膊 这一拳 也就是半拉绑子 这力量 全搁在这柱子上 咔嚓一下 搭着当初修这亭子 也没防备 这能有人练 半山亭是个井只 谁走累了 跟这坐着歇会 那不是说真正多好的木头 四根黄花梨的木头 哪儿找去 就这么一说 风吹日晒年久失修 遭求了 他这力量又推打 咔嚓一下 把停柱子给歇折了 这半拉停的 往下这么一塌 弄得鲁爷一身土 他娘的补金打呀 低头穿半拉亭子里钻出来了 回头一瞧 半拉山亭给打塌了 找结实的去 咔嚓一下 山门这听见了 顺着走的山门 去了拐弯且走的 但这声音是走直线 清楚极了 你要敢清早上 您站在香山底下 冲伤一喊 山点山 听得不清楚 就跟在跟前说话一样 这半山腰咔嚓 停的这一塌 山门这俩门子僧听见了 这俩门子僧一听 这怎么意思 呦 你瞧好 鲁爷把山停的给打塌了 晃了晃当又来了 小哥这一条干了 坏了 怎么 吸取上回的经验呢 这位一瞧 这又喝了 你跟醉鬼 你哪有理想 这是头一样 第二一样 今儿瞅这就不是擅长 上回喝多了 到这我们俩是拦着他 没让他进 给我们一巴掌 这回 自己就39分了 给停的拳打他了 快关门 鲁志山走的慢 他们俩手脚快 冰邦把山门就关上 把这个大门栓 一插 顶门杠 一顶 快去报道 留下一阵盯的 那个撒腿往里跑 鲁志山以然来到山门以外 俩小 和让关的 是二道山门 顺着山门进来 您都去过庙 先是天王殿 要四个金刚 这进了头道山门 过二道山门 才到院子里 到什么 观音殿呢 中国楼啊 都在二道 过三道往后 那才是戴雄宝殿 一般的庙 都是这样的知识 说也有特殊的 那咱单说 鲁志山来到了 山门以内 一看二道山门 关着用手一问 从里边消灯 他拿手一擂 啪 啪 开门 谁敢给他开 里边这盒子留守这个 啪门份往外 瞧一不敢言 鲁爷这酒已经上了 这会儿是醉太 连怼两下 门没怼开 他这么一运气 猛然间一挥头 他看见什么了 他看见那金刚子 金刚您都知道 山门里边有树亨哈二将 有树四的金刚 有树四的天王子 甭管叫什么 形象都差不多 都是抱着法器 往那一站 凝眉瞪眼 有拿那杵的 有拿那个伞的舌的 甭管是干嘛的 各种形象 反正都是凝眉瞪眼 尤其那大眼珠子 是那金刚神像 全突出于框外 格外的夸张 为什么他当中塑造 这个神像 七点身 就让你底下人看 就觉得往前要压 你自然有一种畏惧感 你进了庙里 那你就知道 我可别胡说八道了 我老实点吧 这是有神灵的地方 塑造的是栩栩如生 十分的逼真 五台山文书院这好 高级的技工 塑造的这个金刚神像 那眼珠子仿佛都会动 别看是木摊 那家伙画出来 比活人还精神 哪眼呢 正瞪这路这身 当初那眼珠画得好 通过透视的手法 就你往哪边走 都觉得他看你呢 正跟鲁珍交流感情呢 鲁珍本来没想走 他一回头 犯照 反正这门是开不了啊 鲁爷拿手一指他 你看什么 金刚也不理他 还丑呢 跟你说话没听见 好嘞 鲁爷喝多了 也不会窜 本来能蹦上去 这神像在这也不窜 就迈步往前一走 伸手够子 这有炸蓝 头六红色的 那个木头炸蓝 拿红漆漆的 这一下词 灯袍 咧大口子 我老人生气 拿俩手一背着木头炸蓝 咔嚓 原文这点写的好 如同绝葱的相仿 就仿佛我拿着一根葱 这是饼 这是酱 可马上就抹上酱 这往嘴里送就这极劲 绝葱那么容易 那木头炸了 到卤着身手里头 就跟玩具一样 掰蛇了 可是不算完 手里跌了着这一根蛇目 我叫你瞪我 巴 他个儿也高 胳膊也长 这一下 就砸着神像身上 那神像上面都烙得是浮土啊 这神像身子一晃 这土往下这么一扑 满头满脸 全是把眼也迷了 呜 罗爷拿手一揉这眼 这边一抬一头 有喝 还有帮忙呢 他瞪我就完了 你也瞪我 轮圆的这蛇木头啊 巴 横着来一下 正打金刚腿上 他这力量多大 整个 把这神像 摔在神位上 就给哺露下来 啊 啪 摔成好几截 割不断腿蛇 蛇木头也撒手了 这手一扳这大腿 你躺下不 细了话了 把神像也给拔了 小孩一看 我快跑 这门也要悬 墨头就走 那已经报告都市 监市 大家伙都上方当事了 您快嚼嚼去吧 了不得了 罪打了半山亭 罪打了山门 罪打了佛像 演员就要打进来了 张老 您看这怎么办呢 张老一听 好 大伙就还喊好 哪好 本来咱们这半山亭就该修了 我这两天啊 正为这钱发愁 别人要打了 没辙 唯独鲁支山打了 算对了 怎么意思 让老赵出钱呢 他是老赵的 替僧 老赵领头说了 他在庙里边惹的一切祸 找赵远来 这回行了 砸烂了半山亭 打坏了神像 把山门给打了 甭管打哪 跟上回打戒律堂 猪红格子一样 完全有老赵赔钱 谁也别管 谁也别管 我迷途 大伙一听 很恶 没这吃油的 说真有拆盹啊 喝多了酒 把神像砸了 都成有理的了 您不管 您不管我们出来 这尖丝一瞧啊 可了不得了 咱们都上山门这 老何人不管呢 咱们上那 瞧瞧瞧 看他这么做 心心心心 都在山门这 拷着身背着打了 把神像都拽躺下了 这酒店还没过呢 拿着肩板 咚咚咚 撞着山门 上面全打 下部脚踹 那时候打不开 打不开 一个山门后 再有一个 里边那么 憨的方子顶着 那顶门杠多结实 那头戳的地上 立木顶千斤 你别看 那么方子木头 跟枪杆搁着 鲁正伯爷 拿脚一踹 许能给踹说了 从外边这么打 可打不开 鲁爷越打心 越起急 开门 你们这帮秃驴 他这骂街 胡骂 其实他自己也秃驴 他不管那个 你们这帮秃驴 叮咚这么一锤一骂 什么能听骂 开不开门 倘若一时不开 脑上一脑 弄上一弄 你家梯下长官 他可忘了 他是和尚了 你家梯下长官 放你一把大火 我把你这庙 喷嚷的全点咯 先死一听 心里边害怕呀 哎哟 怪了 他说得出来 行得出来呀 大伙一听 您管想办法 赶紧给他打开 赶紧给他打开 整杆踏着撞门 小孩过去 拔门栓 墨头就跑 彻下顶门杠 一拔门栓 那外边正使劲 过往的 给鲁晨闪进来 上着身子进了 敌人有门槛啊 凭着这人就进来 把鲁晨给摔着 哎哟 你们可太损了 顺地上爬起来 一瞧 一人没有 全跑了 他也这酒喝多了 他是醉言醉语的 稍微定了定晨 他就认得他平常 睡觉那屋 就奔那 到那用手一拽这门 咔哒 其实门里边削着 他这一时间就给拽着 脉步就进来 那没意思 这一通折腾 大家一摔 这酒压不住 一张嘴 他在外边痛没事 这屋子连他带别人 好多和尚呢 一瞧他进来 一张嘴 兔子们一地 哎哟 那酒跟狗肉下去 吃的时候是香的 再出来 这味可就大了去了 把众和尚给拭着呀 不是 卤着身子 这酒一吐出去 这里边可就好受点 哎呀 喝酒不吃东西 可不成 一伸手 把这狗腿拿出来 这位又开上了 一脚这狗腿 旁边合着吃念佛呀 你念什么佛呀 路上低这狗腿站起来了 砰 你掐这位后膀狗 就跟低了小劲子一样 就低了过来 拿这狗腿往他嘴里一出 砰 这位俩手一无脸 谁敢做他呀 剩下人咋卖就跑啊 大家伙一喊不要紧 把奸色气他 把人都淤齐了 教夫 直听他 火功道着 连小和尚四里五僧 不要放走了凶僧至身 打 拼出去人海战术了 不能让他跑了 打呀 你别看刚才进来 大人都跑了 这会儿奸死一下命令 凑齐二三百僧众 拿着各身上的家伙 就往禅堂一闯 大家口口声声 要打凶僧 要法办至身 鲁志申听见了 这一条狗腿也差不多了 还剩一个骨头 随手往地上一扔 打架得有家伙 鲁志申不怕打架 可是有一点 他拿眼往院里一瞅 二三百人都拿着家伙 自己出去没有兵人 静上挨揍 吃亏呀 俩手一抽这贡桌 把这贡桌揍了 这贡桌这腿足了这么憨 把手一钻 大巴掌一钻这腿 撅下一根 这手一钻这条腿 嘎巴 俩桌子头 这么憨的方的木 那亭子是遭木头 置身屋里头这张贡桌 子摊的 人家说你瞧见了 我这么琢磨着 这四面剑线就跟两条简一样 您见过简子 是四棱子的 这就仿佛两根硬木的简一样 投了在家里茬 还有点尖 我也可高了性 把这双腿抡动 一钻这两根棍 纵身形就出来 把众僧人圈里这么一站 一个过来 就得一晃着 大伙一瞧谁赶过去 尖四离个庭院 站在那院外的那 扒着墙头 打 打出人命我盯着 您说这是和尚说的话呢 大伙花往相一围 鲁身轮拍这俩混的 拼轻胖唱 这打可坏喽 这帮人哪打得过他 他有吧 指东打西 指南打北 就在这院子当中 稍微靠着点房间 原文写就便宜两头的 两头离远挨不上 前后的人哪算倒了 没了 别看这两件短家伙 一煞食打躺下 好几十人哪 头破血流 胳膊断腿舌 躺一万 这一会儿 指针长老来了 指针长老一看 连修庙 带看病 老赵薇 这回乱行了 猪烧 这身 你好大的胆 鲁着身一瞧 指针长老来了 把手里的俩桌子腿 往地上一扔 广大 广大 我说 针长老 您可得管他们的 他们这样对待摔家 饱叫摔家心寒 这么多人打我一人 针长老一听 回屋休息 大家说一瞧 怎么着 针长老 这回您说什么 这回你跟他说什么 也说不进去 说不明白 赶紧的 大伙 打扫战场 把他受伤的都统计统计 好几十人哪 真有重伤 弄着身下手狠哪 把志生叫我误来 就在我这屋睡 这几天 哪儿也别去 来人 查点清的账目 下山 给老赵送信去 让老赵 带着支票上山 给他表弟这事解决了 大伙 大伙一请 经济补偿也是补偿吧 把鲁之身 连人带床 搭着长老这屋来 长老亲自给他 干上呗 别动着 让他睡 睡醒了 让他跟我说话 足睡一天多呀 鲁也过瘾了 林总 这酒也喝透 这一趟打 酒也出了 肉也吃饱了 精神也上来了 一身懒腰 睁眼一条 这屋子那么香啊 老黄这屋 点着檀香啊 这味儿还真不错 这是奶屋喽 知道了 这是 我这屋 怎么着 置身 醒了 醒了 起来 起来 这两天 我在您屋里睡的 等你表哥 赵元外 带着钱 上山之后 再说你睡的地方 这么着 我提个建议 你看行不行啊 您说 先 走动走动 就是 方便方便去 接个手去 然后竖竖口 把你这身 医生换下来 洗洗澡 您这两天 熏得我够呛 我还没跟你一屋睡 我这呼噜也可以的 你先精神精神 怎么样 我都跑进这屋来了 你可能是喝点酒 老和尚 愿我 我没喝多少 喝多少都无所谓 我是不是惹什么祸 没有 没有 我们打听了 去去去 都收完了 回来 哎 我又顺方丈使 出来 我怎么了 怎么怕他这屋睡觉 走到院子里头 整是一对小和尚 拿着木云捧着精子 打方丈使跟前过 扔下木云 没头就跑 把鲁爷吓一下 哎 跑什么 站住 这几小哥的 撒水就好 这也是哪里说起啊 卖部往这边有动 老皇上说了 别随地大小便 奔茅房吧 到茅房那 毛房那有一位 这位把裤腰带 解下来 挂在墙头上 打外边一看 里边有人 您就先等会儿 卤着身 不管哪个 一边解裤腰带 一边卖部劲 还真得干净 站在毛房那 刚一露脸 这位蹲着 正使劲 吓坏 没点糖 没点朵呀 这坑是小啊 这坑让我宽敞 当时就能蹦下去呀 卢月一看 你干嘛呢 你倒拿裤腰带呀 哪有公味 那就顾不了 那许多了 翻厕所墙头就跑 卢月一瞧 这什么事 寄成这样 好家伙 你不接 我接 内患排除 找地儿 腹口 吸脸 静静声声 嘿 凉水一吸脸 觉着精神多了 溜溜答答的 奔斋堂 干嘛 饿了 那酒肉都下去了 他一进摘堂 吸了呼噜 吸了呼噜 连大叔全出来了 就他一人 我呀 估计是揍他们 要不他们不能这样 他明白 自己做点 呱呱呱呱 赶紧喝完酒 吃点素 觉得胃里还好受 喝了半桶粥 吃了几个大馒头 就点咸菜 吃完了 问问老和尚 回方档市 在门口 哎 方档 置身体进来 进来 规规矩矩 往这儿这么一坐 十方才 他们见着我 满面金光 磨头就跑 这是怎么个道理 啊 你当真一歇而不知吗 我惹什么祸 哎呀 你太挤堆人了 把我难死了 你知我为你 背多容啊 我处处袒护于你 你是推不给我做脸的 昨日你酒醉归死 你怒砸半山亭 醉打山门 砸坏了金刚佛像 一四僧众让你打成轻重伤 数十余人 叫我如何交代呀 老和尚砸心泪全下来 鲁智一听一啵了脑袋 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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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医员 办这么些事 我没这毛病啊 喝多的我就是一睡呀 啊 好 随我来 拉他出来了 抖到山门这 瞧 那都归着了 但那俩神像空了 那碎渣子全倒走了 你看 这原先不立的俩神像 都让你给打坏了 都都出山呢 出山呢 要看着 那半山亭 他半喇叭 你打他 我打他 没事 老和尚 甭叮咕咕 咱表哥有事钱 那时爷 你替我修下一封书信 哎 我再跟我表哥一说 多多的赔钱也就是了 这都好办 基础设施好修理 人怎么办呢 人怎么样 随我来 二次进庙 江房到门口就听里边 哎哟 哎哟 老和尚 你听见没有 这念的什么经啊 这是念经的 这都是疼的 是吗 鲁臣一拉门 迈不往里走 您再挑战 他把腿打折了 抢一下就崩壳了 撒盒 按按不住 磨头就跑了 到窗里翻身就出去了 轻重伤十几个 一个没有了 鲁臣拉门紧了一条 老和尚 老和尚 哪一个让我打伤了 你亏心不亏心的 渺小 如不下 真佛 来来来 随我到方丈上 陪你那表兄 一定是要陪了 差我一个子 我和尚都不乐意 哎呀 至深啊至深啊 再再让你 留在庙中 我是难脱干系 大家伙不服啊 大家伙一致的让我把你给轰走 可是我呢 又不忍 更何况 当初你的那个身世 我多多少少也知道点 你一心向佛 佛法要说不容 把你拒之于门外 那我是说不出来 至深你看这么般好不好 我推荐你去个地方 你可愿去啊 恶者总 至深一听坏了 惹祸惹太大 人至真长老 这么样的回忽于我 我给惹这么大的祸 也是 连山平子都给打塌了 山门都给砸了 还打上人好几十人 这老和尚没法向着我呀 现在要轰我走 人家不是说就把我愣脸出去 还给我找个地方 我迷头 长老 是到如今 我可也说不出别的呢 那么您让我上哪 我只是上哪 也就是了 好吧 我这个庙还小一点 容不下你 我送你去个大庙 哪儿啊 东京大象国寺 由我一家师弟名 患至清长老 哦 也是智字的 对 也是智字的 你到那里投奔于他 也就是了 我给你写上 这么一封书信 你带在身旁 另外还有些个路费 那不过是十余两 散碎银两而已 至深我这有四句话 要念给你听 这四句话 关系到你一生啊 哦 关系到我一生 您说说 哎好记 说你这一辈子 欲临而起 欲山而赴 欲周而迁 欲江而止 欲临而起 碰这树林子 你就要亡起 飞黄腾达 欲山而赴 你多的投奔于山了 你就要发财了 欲周而迁 到一个周府的地方 你就得搬家 欲江而止 多的你看那条大江 你就快完了 这四句话 是欲临而起 欲山而赴 欲周而迁 欲江而止 那说 你说多的 就说到欲临而止了呢 这个说书啊 明笔暗笔倒叉笔 是不是 先把后头说头了 也可以 但别 你慢慢听 循序渐进 怎么听 正方达 说水浒没有说的 为什么呢 太惨 说到正方达 您倒是听着心里难受 就跟听 刚山散将 您投了听 瓦刚寨 哪段都好 说实在 那隋唐不知 哪位老仙人研究 没有撒嘴的扣 一扣跟着一扣 一扣跟着一扣 可您真说到 刚山散将的时候 大家伙都那样 这么大的事业眼看 十八国都盟主一旦之间把血冰削了 那个杯凉啊 是难受的 凉山破也如是一样 高人是谁 是深乃安先生 深乃安先生在最后写这名字地方 您要知道 写水浒二字 水浒您都理解 就水边里 水破 那水边是干嘛的 有专门研究水浒的人 分析 这个凄凉的地方 天下你走的哪都属于黄王 你水边 你也得归皇上管 即便你们这伙人是外围 都到水边上最边界了 那再往外就是水了 就不是土地了 墨灰王土都是他的 你沾着一点土 你也得归国管 最后他要招安 法楼不成 就是这帮人的必然命运 就是水浒的含义 那么另外一个含义 咱们要点名了 您听着很难受 是扔垃圾的地方 你们这些人 即便最后投降了 在统治者的眼里 也是一帮垃圾 扔到水边上 想起来了 瞧一眼 想不起来就是废料 这是这么一帮人 所以石乃安 三亿齐名 他这个小说改了三回名的 最后 定的水虎二字 所以这些人的命运 都特别的悲惨 108人说一人 而全说 自使尽之后 主要咱们说 鲁之身是鲁石灰 所以咱鲁之身那儿 您就看到了 一步步如一步 今天老魂说完这四句话 把钱给他 非是我 广开土度之门 据你于门外 实在是我替你 担不了这诺大甘息之身 今日你收拾你的东西 就此下山 去吧 鲁之身事到如今 才知后悔 叫后悔一晚 这才跪的地上 大败几败 谢过老方的 回去简单收拾 收拾自己的东西 一琢磨 哎 既是此处不容 我就告奔那 登定大象国寺 先下山 取我的借刀 拿我的缠帐 一路之上 也好做个防身之用 鲁之身这一回 大闹五台山不太紧要 才引出下回数热闹回目 要罪卧桃花张 是拳打 小霸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